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早前她也通过电邮回复媒体说 自己几年前成为校长之后 希望通过不同渠道直接与学生互动 她认为自己的留言是正面和具鼓励性的字眼 希望他们可以有正面的自我认同 另一方面 有网友说 家长不该小题大做 校长的留言只是称赞她以前的学生 是在和学生建立关系 现在无论要在课业或生活里引导学生 都要先和他们打好关系 以前的专制或保守作风已经行不通了 一名前校长则不认为那样的留言无所谓 师长可以和学生聊她的功课 谈世界观 夸她的成绩不错 但不是夸她的长相 一名家长指出 家长该不该为了这样子的留言担心 要看孩子的性格 如果知道孩子是比较乖巧的 就不用太担心 如果没那么乖 就要注意一下 有学生反应 如果她不是校长 事情就不会引起关注 因为老师有指引年轻人的责任 所以更应该以身作则 老师应该区分公事和私事 不然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老师也是人 也有感情 也可以上网了解学生 那名家长没有必要去投诉他 另一名学生则说 师生通过面部交流是没问题的 只要不要变得太亲密就好 老师年纪比较大 懂得更多 通过面部给学生对一些事情的忠告 也未尝不好 如果你的异性前老师 在你的面部个人照片上 留言说你好看 你会觉得他酷 还是觉得他越界了呢 没事 OH